哈囉大家好,我是Ian 最近因為有拍攝的需求 加上我自己對所謂激進幾何的車架非常好奇 所以就組了這一台 KOMOSA META TR29 那什麼是激進幾何呢? 就是有超趴的頭管角度 還配上超抖的力管角度 那很趴的頭管角度可以讓下坡更穩定 那很抖的力管角度就可以讓上坡更輕鬆 那雖然這個是現代登山車的車架幾何設計趨勢 但是大廠牌跟KOMOSA這種中小型的品牌比起來 它的調整幅度就沒有這麼大 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開箱 這台組好快要兩個月九成新的行車 那車上的零件我都會一一介紹 那因為東西比較多 所以會分成上下兩級 那在上級我會介紹車架還有傳動系統 還有輪組外態的部分 那下級就會講避震還有其他零件 還有一些初步的騎乘心得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台車吧 那這台Meta TR29 它的後避震行程是140 前叉可以配150或160 頭管角度很趴 64.5度 力管角度更是恐怖的78.6度 官網標示空車架不含後避震器 就已經是3.7公斤 然後當車架寄來的時候 我從箱子裡拿出來 其實我的臉都快綠了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重 就像學校食堂大娘一樣 怕你吃不飽 在你碗裡多添一點白飯 KOMOSA怕你的車架強度不夠 每根管子都給你弄得很粗 我會懷疑整台車都沒有在抽管 然後汗點也都實實在在 那後避震器前孔眼的螺酸規格是10x20 加上標配的後碟盤是200 還有超趴頭管角度 那這些不都是下坡車的規格嗎 雖然KOMOSA把它定義成零道車 但是我覺得說它是一台Mini Enduro 還比較實在一點 然後最後整台車組起來 竟然來到可怕的16.4公斤 這個是什麼鬼啊 根本就是下坡車的重量 不過它騎起來卻非常的輕盈 那它的騎乘初步心得 我們會在下集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來看傳動系統 我用的是SRAM X01 Eagle Axis 電子無線變速系統 那XX1跟X01其實是差不多的 只是XX1它的重量比較輕 用比較多碳纖維 那X01就會用比較多鋁合金 但是我寧願有強度 犧牲一點重量 因為零件重量重 你多起一點身體練起來就好 但是零件的強度卻是練不出來的 那BB是SRAM自家的Dub系統 腿主長度是170 然後32T 腿主來的時候 它的底端就有附一個防護套 那這一點是很感興耶 因為我常常這邊都會打到地面 那這個防護套就可以做保護的作用 然後這一顆電子後面呢 配上比臉還大 還要大的52T Eagle飛輪 在爬坡的時候綽綽有餘 明顯感覺爬起來比以前還要輕鬆 電池的扣件其實也蠻穩固的 但是外觀上我覺得是有大一點 那以後如果這邊敲到東西 希望電池不會被敲下來 那跟電子變靶配合起來 它的變速非常迅速 按一下換一檔 其實跟機械式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長按 想要連續變檔的話 它的速度是 我覺得是有一點慢 有一些緊急狀況就會跟不上來 還有它的按壓方式 降檔是拇指往前按 然後升檔是拇指往上提 或者是食指往回拉 那拇指上提的這個動作 跟我自己習慣的運動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我現在會把便把的角度裝得比較斜 讓拇指都是推的動作 只是說降檔時候是比較往下推 那升檔的時候就是稍微往上推一點 那在便把上降檔它會有明顯的卡跟卡頓的感覺 那在升檔它的感覺就比較弱 那我曾經就是有誤觸升檔 然後卻沒有感覺到 那我的輪組用的是 ZEEP的3ZERO MOTO這一組框 那選這一組碳纖框並不是因為要它輕量 因為它重量其實並不輕 1910克 那主要是取它結構上的優點 它是一個單層的碳纖框 意思就是它是一片碳纖圍圍一個框 而不是像傳統的一個碳纖的管狀結構 然後框成一個框 那這樣的設計就是希望框在接受衝擊的時候 能有一些柔度 它有一點點可以變形 那這樣可以吸收衝擊 並且防止暴胎 然後這樣的設計在框接受側向的衝擊的時候 因為它能變形吸收衝擊 所以可以減少車胎側向的彈跳 那不過因為我的車現在都還沒有調整好 我不敢騎得太快 所以你目前沒有體驗到這個設計的優點 那希望之後速度上來之後 可以體驗到這項設計的目的 那輪主是32孔內寬寬30 那它來的時候標配都會有TileWiz的無線氣壓劑 那這個氣壓劑它一直會監控胎壓 你的胎壓在設定範圍之內它就會亮綠燈 那如果掉到設定範圍之外它就會亮紅燈 那這個設定可以用SRAM的AXIS APP來進行控制跟減看 那手機拿起來馬上就可以看到胎壓 其實這一點還蠻方便的 這個AXIS APP也可以跟電子變速連線 可以檢查電量跟定義變把的按壓內容 那除此之外還可以跟這支無線的伸縮座管連線 那這支REVERB AXIS它的行程是150 管徑是34.9 所以它重量其實變得有點重 700克 那它跟電子控制把配合起來的反應速度 也是跟電變一樣非常的快 然後它的升起來的速度也是算快的 但還不到打碳器的程度 然後它的做工夾持機構鬆開主要的螺栓之後 轉動前面的一個小螺栓就可以輕鬆的調整坐墊角度 這個設計是非常棒的 那再來看外胎 目前用的是SHRUB的產品 前輪配的是NORBYNIC 後輪是HANDSTAMP 都是2.6吋 因為我常常到處騎探路 所以選用的這個組合呢 是SHRUB裡面最泛用的兩條胎 幾乎可以應付所有一般的路面騎乘 那只要你沒有太特殊路況 譬如說下雨天爛泥 這兩條胎基本上都可以處理 它們都是採用最新的ADX膠料 那在胎上面都會有一條藍色的線 這就代表它是這個膠料系列裡面的 Speed Grip的軟硬度等級 那ADX總共有四種膠料的軟硬度 分別用紅藍橘子來標示 紅色最硬 然後紫色最軟 那目前我也還在試不同的胎壓 看看什麼是最適合這兩條胎的設定組合 那以上就是新車開箱的第一部分 那在下一集我還會介紹 其他零件還有避震器 以及一些初步的騎乘心得 那希望大家也準時收看喔 那今天我們講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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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